刚才会计也给我来个电话 那个说那个 会计可以发货了 这几仙积家的货呀 全部给发出去了 我这心情我老高兴了 因为这几仙嘛 他因为疫情的原因 耽误几仙时间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赔个礼道歉 先鞠个工 然后我就去干活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今天终于发货了 不好意思了啊 这几仙呢 发生有好几个事 完了我妈给我说 说你别生气了 你就认了得了 我说你这认的话 我说咱们得说理啊 是不是 你不能说你什么事 咱的按理说呀 这几仙嘛 我赔了两场钱 第一回是赔钱呢 就是我前段时间呢 我在我们镇上 修了一个自行车 完了结果呢 要卖到天津的 一个朋友那去了 完了自行车 卖自行车的时候吧 我就在家打包 我就行的那个自行车 我就应该给他 外面套一个箱子 给他包好点 完了我给我们那个 现场那个货站 给他打电话 他说你不用套 他说那个自行车 你要全包好了以后吧 包个箱子 他那个物流车 他们往上压 就是有多重的东西 都往上压 他不知道你那里面 装的是啥 还往下撇 完了你就把那个车把呀 哪块受损害的地方 给他包上就行 然后呢 我就把那个自行车 给他包好了 大家也看过那个视频 给他包的都可结实了 然后给拉走了 结果到了天津以后 那个我那个朋友去 买我自行车 那个朋友去求去求去了 他一看把那个车把 直接给砸完了 你说把那个车把 他砸完了以后 完了 那个那个他不要了 他不要我就把那个 钱退给他了 完了从我家这边吧 完了邮轮那边的优费 还花了那一百多 完了我就联系 去货站去赔吧 那个天津那个货站吧 他说他们卸车的时候 就那样 完了到哈尔比那边呢 哈尔比那边说 说他们装车的时候也是好的 完了从我家这边呢 他优的时候呢 他说你拿来说也是好的 我就给你装上了 我说那最终结果是谁赔啊 从我家这个地方呢 推推哈尔滨 哈尔滨推天津 我这以前打老多电话了 完了最终结果是怎么个解决的呢 就是把优费退给我 完了自行车呢 自行车他们就不赔了 我说自行车你不赔的话 说你给我返回来 我说我自己修还不行吗 完了那也不行 自行车返回的优费 还是我还还是我自己出 你看我现在给货站给打个电话啊 咱们听听 喂 哎你好 哎 我我就是前几天打电话 问你自行车事那个那个人 你说 那我是啥意思呢 我说你看我这自行车吧 优到那块以后 你说他坏了 车把都歪了 我这也卖不出气了 我这鞋子 你们给我优回来得了 你看行吗 我跟你说的很明确 我现在时候就是这样事的 那我是啥意思 我说你看那个车把 都砸成那样了 那我也卖不出气了 我回来自己修修 完了你就是免费给我 拉回来行不行啊 我就问问 我没有免费的车 我家就我自己 我是拿给你交免费拉 我怎么给你拉呀 我啥意思 那我的意思是 你们都配给我回来 你带给我配回来得了吧 那我配不过去 那往那边封城 我配不过去 你自己来天津提报 我说意思是说 你看看你送到地方以后 等到你过两天 通了以后 你给我拉回来吧 那你要发货人 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这费用谁说 我这现实 我还没挣张钱 我往上搭钱 你问问发货人 这费用谁说 然后我给你配 发货人 发货人他要我去找你 他找你之后 完了之后 你不给摔坏了吗 我行的自行车 也不用你们修了 你找我没用 你找哈尔滨货站 你哈尔滨货站给我打电话 我找货站了 货站说的 他从那会儿 大家看见了吗 这个自行车的事吧 完了大家也听见了 完了最终结果呢 我也想了 我妈说就这乐得了 完了最终结果是怎么解决的呢 完了我跟我们那个 县城那个货站 他跟我说了 他只赔邮费 他把邮费赔我了 完了自行车呢 就我不是卖给那个朋友了吗 那个朋友看的坏 不是不要了吗 我又给天津那个朋友 打个电话 我说自行车我也不要了 送给你了 完了你你去找一个配件 完了把那个车把 给他修一修吧 我我妈和我爸 他俩这个人吧 就是遇到什么事啥的 就是别人欺负到 给头上了 他说认了吧认了吧 他也不要跟去 那个你理论去 我说你这你理论 我说咱们必须就有理 就说出来呀 是不是 哎呀行就这么地吧 反正我也不想 让我妈那个那个给生气 就我妈要怎么办 就我就怎么办嘛 我还是听我妈的吧 我开始诱惑了 这个木耳呢 是特级野生木耳 这个特级野生木耳啊 一共是过了两遍塞了 嗯 一点碎的没有啊 我把碎的呢 我自己家都留下 自己都包饺子吃了 包好的给大家 全部给揉走了 看这野生木耳怎么亮 一个是一个的 大家看看这质量 一点碎的没有啊 看看 大家就想要这个木耳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这个都是今年的新木耳 新野生木耳 老好了 这个蘑菇呢 都是我收上来的 这都是我们当年老百姓采的 嗯 我们当年小鸡炖蘑菇 用的就是这一种 大家看看哈 这个蘑菇啊 一个是一个的 呃 这个蘑菇的根呢 是一点泥 一点土都没有 看看看看有多干净 我们当年老百姓 它这个晾蘑菇的时候 用那个小棍 把这个土啊 泥啊 全部给刮去了 小鸡炖蘑菇就用这种 嗯 抓一把啊 给它放在温水里泡一泡 然后把那个鸡呢 放在锅里炒一下 完了把这个蘑菇 放在里面 一炖就可以了 炖它40分钟 嗯 大家收到这个蘑菇 跟这个木耳啊 我得嘱咐一下子哈 放在冰箱里给冻一下 因为这个蘑菇啊 因为它泡潮 一潮的话 它就容易生虫子 所以说放在冰箱 那个给冷冻就可以了 完了 然后它还那个 还保鲜 我现在开始诱惑 呃 对了 大家就想要蘑菇木耳的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野生木耳 然后下完单以后呢 然后进入我的店铺 在我的店铺里找蘑菇木耳就可以了 要是找不着连接的话呢 就是点击视频的主页 然后在橱窗里找 所有的货呢 已经全部都包完了 但是包完了以后吧 跟大家说一声啊 因为我家里面吧 就我自己干活 呃 今天晚上 我估计可能你干到凌晨四五点钟吗 我得干一宿 完了 大家在后台 千万别催我啊 我一份一份对 因为有很多地方吧 有可能是一区 还得通过别的地方游啊 呃 这个是一批 我家屋里还有一批 呃 这王叔来了啊 马上要装车了 因为我吧 这个车有点拉不过去 看看这个屋里面刚才又打了一批 完了我家后屋还有 实在是不好意思的啊 耽误大家时间了 这屋里还有 我现在开始装车 现在开始装车了 哎呀 所有的货已经全部装完了 走吧 我在后面跟着你啊 我到时候要是掉的话 我告诉你 快递吧 离我家挺远 我家那个那个王师傅 开车慢点 呃 刚才差点掉了一个 我们已经到快递了 来一会儿 它里面有酒啥的 有酒 就慢点 现在开始卸车 嗯 快递呢 他们是在前屋开始打单子 单子呢 发了给我 完了我在后屋呢 开始往 往地下一个个贴 贴完了以后啊 我然后我就放在这屋 今天就得干一瘦啊 写完了那你妈说的钱就能住 你写完就拉吧 你好 我个大海啊 东西又走了啊 你看号码记着对不对 嗯 嗯 嗯 现在所有的活呢 已经干完了一半 那个不能再干了啊 为啥不能再干了呢 让大家看看 这不还有 孩子睡着了 现在几点了呢 还有这些没挣走呢 哎呀 我也着急啊 因为好几天了吗 12点57分 快一点了 因为这样 我也着急啊 这么多钱没给大家游走啊 但是孩子得明讲去上学 我这不能干了 现在 外面已经缺一片了 我就回家了 现在已经一点多了 满大街就我自己 现在回家 哎呀 这一天 呃 中午给这个快递啊 吃了一个馒头 这一天就吃了一个馒头 早上起来吃一个面包啊 现在给我饿的都迷糊了 呃 我到家了 现在是晚上1点15 呃 我还得用电脑啊 把那个刚才在那个快递 呃 没穿完的单子呢 还得继续穿上 因为那个小孩要睡觉了嘛 哈 我现在开始干活 看看能干到几点 我干完了一大半 现在是早上7点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得先躺一会儿了 完了大家别着急啊 剩下那些呢 我今天下午干 我得上午 我得睡会儿觉 呃 我睡醒了 现在已经起来了 大家看看几点啊 现在是12点半 完了 然后呢 开始吃饭了 这是宋姐做的饭 呃 昨天晚上啊 不干了一宿吗 完了 刚才我又把那个账给拢了拢 完了 我最终结果算了一下吧 这回是赔了 呃 我因为啥赔呢 因为我这个在平台上卖货以后吧 它超时了 呃 我设计的是5000之内发货 超过5000以外发货吧 完了一个单子 它每天是有费用赔的 呃 这些单子我算计算计 把那个成本刨去了 把优费给刨去了 赔了 呃 大概赔了有800多块钱吧 因为这有有20多天了 自行车赔了 这个单子也赔了 所以说的话 这也没有办法哈 反正我现在我也不管那事了 主要是不管是咋赔 主要是把这些把大伙这些货 安全全的给送到手里 这赔多少钱 那个就给认了 呃 我先吃饭 吃完饭之后吧 我下午把大家所有的单子全部给邮走 完了 大家给我点时间啊 呃 还有个事跟大家说一下子 因为吧 还有很多地方吗 他有 有些地方就邮不了 我还得换别的会计邮 再给我倒出两天左右的时间 呃 因为还有个还有别的会计吧 使邮正邮 所以说大家再等等啊 我吃完饭抓紧干活 好 好